方忠信和任達華這一天一起出席活動 剛剛和發哥拍完戲的方忠信 就透露發哥現在的傷勢已經好多了 應該好多了 滿針也不是很大的傷害 復活節快到了 方忠信會帶女兒去旅行順便休息一下 最重要是看家裡的朋友怎樣 因為他十多天沒有吃東西 大家看了三次醫生 醫生就說他的胰臟有問題 拿了一些血要傳到外國醫院 希望他可以康復 不過十四歲都相當大了 而上個星期過了六十四歲生日的華哥 生日當日竟然要自己一個人留在家過 上個星期生日 太太也不去香港 女兒也不去香港 我回到家之後 因為我那天要拍戲 我回到家之後 就已經裡面有兩個朱古力蛋糕 一個是朱古力蛋糕 就是為了我女兒的 另外一個是杏仁蛋糕 那我怎樣會有一個杏仁蛋糕 那我怎樣會有一個杏仁蛋糕 那我女兒跟我講笑 她說朱古力蛋糕 因為吃完之後皮膚黑一點 不用化妝 那杏仁呢 就是因為 太太想我 你自己的杏仁也白一點的 皮膚變白一點好一點 大家在這裏笑 小小的蛋糕 但是我覺得很溫柔 好